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小州邨是第一个开店 在2008年开出第一间食品店 那时有很多人来 要招呼他 没有玩意陶瓷 后来人少了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的时候自己找过来 弄一弄一弄一弄 并不是很有心去做些什么 做一些地方 做些东西 就喜欢这些东西 慢慢换回这些东西 我不是很志在别人 觉得我的好严格 我只是觉得自己自己也好得了 发展外心 尤其他喜欢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能表达我的意思 我就叫做完成了 我用手练得很长时间 这些会有人情味 以后烧出来,每个人拿着我们的杯 都感受到有人情味 我常说我们的杯可以喝出人情味 现在外面很多是赌帽、注彰、拉配 我纯手工去做 每个都是发着耐心 每个都是不同 温度也很重要 但同一个配方 不是那个配方 你没有那样东西 它是烧不出那样东西 捏下捏下捏下 一天捏一只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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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到现在就捏到六百多只 我这里觉得是 他喜欢玩艺术 然后没有机会 他年轻的时候 他不跟现在的年代 可以很多选择工作 以前我们那些是没有选择的 现在很多人都独立了 自由了 他可以玩自己喜欢的东西 你做得不错 第一次做 慢慢做就行了 年轻人都会有这样的 情侣也好 互相做建筑品 送给人 或者他自己做自己的东西 我这里玩就叫它 发挥你自己 我经常说发挥你自己 你自己去玩就可以了 玩一玩 你会从心 会带动你 会做出那些东西 这里没有变成答案 你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我们先到来 那是我们下场 这关要往的 有点的 游戏 这是我们下场 我们下场 就是我们下场 之后 我们下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